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老话说干不好的人 那每天吃一个鸡蛋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来听一听医生怎么解释 医生已经说话 鸡蛋它其实是一个类似于前营养的食物 鸡蛋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每100克鸡蛋它所含12.7克蛋白质 那么两只鸡蛋所含的蛋白质 大概就相当于三两的鱼肉 或者三两的瘦肉的蛋白质 那么鸡蛋蛋白质的消化率在牛奶 猪肉还有牛肉和大米中也是最高的 那么也有人指出 坚持每天吃一个水煮鸡蛋 就可以起到养肝的效果 还能够补充营养成分 但也是有人认为 每天吃鸡蛋会加重肝脏的负担 损伤肝脏健康 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 很多人都不理解 其实肝不好的人 那么每天吃一个鸡蛋 到底会发生什么急事呢 来听一听医生的解释 医生大声解释 这个鸡蛋当中所互含 丰富的优质蛋白质 氨基酸 卵磷子 包括维生素 矿物质 还有微量元素 钙物质等20多种营养物质 那么被我们人体所吸收的同时 还能够提高自身的免疫功能 鸡蛋作为家家户户 当中必备的食物之一 那么很多人 包括大人小孩 老人都是特别爱吃 也是营养学界 N中的一个营养品 非常的好 并且鸡蛋的价格十分低廉 很多人都买得起 很多人都乐意接受 其实如果我们每天吃一个鸡蛋的话 不仅不会影响肝脏的健康 反而可以为肝脏提供优质的蛋白 包括里面这个鸡蛋里面的软粘子 大黄素 这个软黄素 它能够帮助我们修护受损的肝细胞 也是能够增强肝脏的再生功能 效果特别的好 并且基底的免疫能力 还有抵抗能力也会提升 能够加速肝趋 这个血液流动 促进它 更好的蠕动 帮助肝脏解毒 又能够排毒 也是能够减轻肝脏的负担 吃外肝脏不适的人不舒服了 那么使用鸡蛋的时候 要注重鸡蛋的烹饪方法 那么什么才是最健康的呢 医生大声说到 要尽量以水煮鸡蛋 或者蒸鸡蛋为主 那么少吃煎鸡蛋 或者炸鸡蛋 若是花钟 这个家中鸡蛋出现了花霉 那么医生说了 一定要及时给它扔掉花霉的食物 不管是什么 它都会产生缓取霉毒素 这样的食物 它会损害伤害我们的肝脏 很容易诱发肝病 肝病在人中一拖带拖 很容易诱发肝癌 所以这一点呢 就非常的危险 那么每天吃一个鸡蛋 有什么好处呢 很多人都不知道 医生大寒 一 保护视力 每天吃一个鸡蛋 它可以很好帮助我们 恢复自己的视力 由于鸡蛋中蛋黄 有两种抗氧化物质 它就是叶黄素 还有玉米黄素 这两种物质能够保护我们的眼睛 而且还能够防止脂外线对眼睛造成的伤害 特别是一些经常需要外出工作的人群 那么接受脂外线这个数量更多 多吃鸡蛋能够保护我们的健康 让眼睛更加明亮透彻 老了也不会说有老花眼的出现 第二点 就是可以增强记忆能力 一些老人多吃鸡蛋能够增强记忆力 能够缓解老人痴呆 老人痴呆吃鸡蛋是非常好 那么鸡蛋中所含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是人体最基本的营养物质 如果我们每天吃一个鸡蛋的话 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更好的发育 小孩子发育也会更加的强 还能够增加记忆力提高工作 还有学习当中的能力 第三 减肥 有助于减肥 那么医生大喊 吃鸡蛋很容易增加我们的保护感 在人体当中是非常好 鸡蛋中含有的蛋白可以有效提供 人体正常活动所需要的能量 让肚子饱的时候更长 因此会减少中餐的摄入量 可以有效达到减肥的效果 所以这一点就非常的好 第四就是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功能 免疫能力 让我们不再生病 很多人都比较虚弱 那多吃鸡蛋可以提高免疫能力 不容易生病 不容易感冒 人们所处的环境当中 到处都是病毒 都是健康威胁 但我们之所以没有受到影响 也是异于免疫系统的存在 所以免疫系统需要蛋白质等营养 来给它合成免疫细胞 完善进一步提高免疫系统 那么这个鸡蛋恰巧能够提高 我们这些营养 每天早晨吃一个鸡蛋之后 那能够为免疫系统补充营养 帮助人体之内的细胞合成 还有修护 促进新陈代谢 最好是以土鸡蛋为主 家养的鸡蛋那是非常的好 第五点可以延缓衰老 让我们不容易老化 皮肤白底透红 很有弹性 特别是一些女生 女人们都要多吃鸡蛋 那身材也是非常的好 这个鸡蛋内所含的维生素成分 包括维生素A B 还有维生素E 那么我们定期来摄入这些成分 那可以很好的缓解皮肤 阳化毒素 使得皮肤融光光发 尽可能每天都保持在一个 灰肠 诱人的状态 白里透红 最后专家 M9鸡蛋的专家也提醒了 这个鸡蛋虽好 但是平常适量才是王道 虽然鸡蛋互含 丰富的蛋白质 维生素 暖磷值 但是食用过多 容易导致身体 当固存超标 所以建议啊 正常人 一天吃 两到三个就可以了 那么你们都了解了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边 希望这个视频可以点赞收藏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下个视频 再见